好 这一堂课我们要把我们的右手从扫一下升级为这个东西 它听起来分别是什么 我给你听一下 扫一下是这样 而第二个呢是 有没有觉得比较细腻比较丰富了 第二个叫做5 3 2 3 1 3 2 3 它是什么呢 对了 它就是弦的名字 所以用右手拨起来就是 5 3 2 3 1 3 2 3 听起来就是 是不是觉得好听了一些呢 这里再补充一个六线谱的小知识 就是我们在看六线谱的时候 你会看到六根线 其实就是吉他的六根弦 扫一下就是这样 扫一下 而5 3 2 3 1 3 2 3呢 它分别是5弦3弦2弦3弦1弦3弦2弦3弦 好 但当看到这个六线谱的时候 初学者包括当年的我就有两个困惑了 第一个困惑是 这个方向怎么反来 我是从上往下扫 但为什么这里是从下往上呢 也就是说 为什么六弦在这 而一弦在这呢 六弦不是比较高吗 靠近我的下巴额头吗 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里也是这个问题 就这个题目的答案 我想不出什么太好的答案 我后来想一想 应该是这样 就是你看这是我们的头顶 这是鼻子 这是眼睛 我们在看我们的吉他的时候 往下看 我的脸就这样 就是一弦它离我比较远 而六弦离我比较近 我的脸是这样 往下看 所以呢 它大概也有这样的关系 我的头顶这样 看着吉他是这个感觉 而看着谱呢 也是这个感觉 我勉强只能这样想到了 这个我们不纠结 第二个困惑的地方就是 不是说好了 53231323吗 为什么这里写的是 301000010呢 有些人他看过六弦谱 他大致知道答案 那我先假设你不知道 我就和你说 因为这一段呢 讲的是 我正在谈一个C和弦 用53231323的手法 所以这个C和弦 这里的数字 讲的是C和弦的按法 你看五弦的三平 五弦的三平 三弦的空弦是零 零就是空弦 二弦的一平 我按了二弦的一平 又到了三弦的空弦了 一弦也是空弦 所以这里的53231323 我弹起来是 三平空弦 一平空弦 空弦空弦 一平空弦 好 这件事有点痛苦 我们先不要纠结太多 我们就先把53231323弹好 本来是C和弦这样 扫一下对不对 你现在试试看 把它变成机械化 试试看 试试看 谢谢大家